焊接之前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参数设置 首先功率 焊接之前功率一定要检查 不要开太高的功率 如果功率够高会一瞬间把我们的保护晶片给烧了 功率它是按照我们的百分比来计算功率的 正常情况下我们用400瓦的功率焊1毫米材料 800瓦焊2毫米的材料 以此类推 所以说我们焊接之前先把功率调到合适的功率 频率和占空比 这两个我们给它一个固定值 我们不需要去怎么样去调节它 再过来我们的模式设置 焊接的话我们一般通用是用三角模式 线形O形都可以使用 正常焊接我们用三角模式来焊接 频率的话我们正常给它10赫兹就可以了 频率越高焊接速度越快能量越弱 频率越低焊接速度越慢能量越强 宽度我们最高能设置到5毫米 正常情况下宽度是根据你焊接的材料宽缝 焊接效果 焊接缝隙大小来调节我们的宽度 正常情况下宽度等于材料厚度加1毫米 接过来我们的气体提前量延时量 指的是我们气体后作用 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加到200毫秒就可以 焊接之前先检查光闸打开 再检测一下是否开了气体 要送丝的话需要把送丝打开 焊枪状态 导通状态 激光头状态 这个是我们的触发状态 焊接之前我们需要检查这几个状态灯 厉害